最近最大的瓜应该就是杨幂粉丝首思四家明星的公司了吧 因为太波澜起伏 小巴在这里就给大家简单回顾下 某位杨幂大粉收到风声 说杨幂要主演自家家行的自制剧 由于直接质问杨幂方工作人员被工作人员怼了回去 并且删除了联系方式 杨幂大粉气不过于是直接自爆 在工作人员回复杨幂大粉的聊天记录中 还提到了一个原因影视寒冬 工作人员表示 影视寒冬接不到好戏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影视寒冬其实早有传闻 进入八月以来 不少本应该轮着播出来的剧都被羁押 不仅是杨幂这样有身后群众基础的大花 就连几位当红新进小花 接起困难不说 接到好戏更是难上加难 就拿杨幂来说 今年已然过半 能够顺利地播出来的剧 仅是他与霍建华合作的《祝梦情缘》 电影上也是只有两部存货 比起一一年 他一年狂刷十部剧的拼命三郎的亚子 现在的杨幂的影视资源真是虐得可怜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更加热衷于上综艺节目 刚上完《密室大逃脱》 现在又来中国达人秀第六季 老板尚且如此 旗下的小花就更不好过了 刚拿了精英事后的迪丽热巴 在某档节目中直接自爆 称自己已经有七八个月没有拍戏了 选择太少 最近拿到自己手上的剧本 也是没有核心意的 这还是当红小花 19年才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 和迪丽热巴路线有点重合的 《古丽纳扎》 自17年开始 影视资源也是少得可怜 和油腻杨朔合作的《归还世界给你》 口碑收拾双联崩 胡得悄无声息 明明年龄正当打 脸还算是美 可正处于上升期 早就已经陷入到了无戏可拍的境地 这些小花尚且可以说是 因为群众基础没打好 所以没戏拍 反观 刚准备付出的赵丽颖 影视资源也是不能和以前同日而语 刚出来 《疯传》的第一部戏 就是和流量小鲜肉王一博合作的《游匪》 曾经说要与孙力合作的电视剧 如今也没有了下门 虽然后来称 退出了有匪的剧组 准备和大导郑小龙合作大女主戏 但小八认为 一切尚未尘埃落定 也不好说有啥变数 以前是拍一部火一部 现在是能拍到哪就算哪部 小赵十彩 就这样 女演员无戏可拍的风暴中 唯一算是比较幸运的当属杨子 从香蜜到亲爱的 再到如今确定要和顶流肖战合作的余生 还有准备拍摄的陆顶记 有一部拍一部火一部 看得让人真是极为羡慕嫉妒恨哪 资本市场如此真爱养子 既有他自身戏路的原因 另一点就可以说审命好了 但是否这些女演员 无戏可拍的 就只能归咎于影视寒冬了 小八倒不这么认为 如今女演员无戏可拍 既有大环境的原因 也有他们自身的原因 的确 进入八月以来 因为现股另生效 许多电视剧都要上优先让位 积压者无法播出 老货还没有清空 新项目自然无法立刻出马 加上现代电视剧 想要拿到一个好收拾率太难了 扑闲技一步接一步 自然投资方也会心生畏惧 投资谨慎 另外就是演员自身的问题了 一些演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咖位 保证片酬 不是女主不演 不是主角不要 很多机会就会流失 另外像迪丽热巴等这样的小花 此前的西路被卡得严严实实 递过来的剧本也是同一种类型 自然无法提高演技 在如今十星的小家碧月 小花路线中 收视上流量上 他们又无法PK过杨子 投资方宁愿选择有收视保障的杨子 而不会选择他们了 另外 粉丝也是阻碍女明星接戏的一个原因 现在的所谓的事业粉 动不动就拿翻味剧情来撕自家偶像 就像杨幂街自家公司自制剧 本来是挺好的事 被粉丝强烈反对 不仅小花 就连佟丽亚这种不靠粉丝吃饭的女明星 都要看粉丝脸色 最后聚了电视剧《三十而已》中的顾佳一角 粉丝管得太宽 也是很可怕的 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中 小花们还是要学会放下姿态 多在不同的角色中摸爬滚打 只有演技修炼到家了 才能无据于任何环境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留言